我来到Bremont的网页 只有一个网页 没有什么地区性的 全部是.com 应该全世界都会用这个网页 我进了Man's Collection 我会展示一个我有点兴趣的 一个新款 也是军标 Her Majesty Armed Forces 先看看它的大系列 其实也是跟牌子的设计有关 这些都是大系列 高度 即是飞行标 即是第一个是飞行标 Super Marine 潜水标 即是飞行 潜水 Motorsport 即是赛车 Motorsport 即是赛车 全部都很运动 飞行 潜水 赛车 Arm Forces 就是军标类 Mayfair 非常英国 Mayfair 就这么看 纯粹是斯文标 首四项都不是 Mayfair 叫做Elegance 少少的斯文标 原来Bremont 也有 六大系列的其中一项 Mayfair 应该是 可以出些金标 Mayfair 你其他都很少金标 最后一个我都挺有兴趣 就是Time Capsule Time Capsule 就这么看 不太明白 玩什么概念 我刚才也按过去 原来是玩以前 Long Dechel 就是最辉煌英国的年代 例如John Harrison John Harrison Thomas Onsor Arnold Anderson 当然 不可以提出这些名字 就是这样 一个位度问题 航海定位问题 以其中一个 系列的 作为一个卖点 我看看这架标 就是在这里 Arm Forces 即是军标 就是这架 它全部军标都是这样 我很喜欢它下面这些 雕刻 就是这架 这架是新的 限量200架 应该没有货 我特意看回我拍的影片 即是香港那间 专门店只有一间 也看不到有这架 夜光的颜色是其一 但是最特别 就是它的面 它的面是用了一种格面的设计 原理上就是一种沙文字面 Exactly 是Panerai那种 你看到现在黎黄色的 是一个面的cut out 在下面的 特别个人 因为不多 正正是前几天 我还在这里说 可以做这些面 原来真的有一只 1 2 3 就没有了 做了一个日期 4 5 6 因为做了一个小秒针 所以6就没有了 顶住了 在小秒针标盘上 7 8 9 10 11 12 都有的 整个设计就是 牌子 它的collection的名字 这个是螺旋掌 也是它标节之一 Hermagistry armed force 伦敦下面 Natal strap 跟着一种 啡色黑色的 一个设计 都搭配的 我觉得 是不是有点像 Omega之前的鸡爪 都像我 看看什么 鋼 还是 它的鋼 是做了一个特别 一个加硬的coating 所以硬度是硬几倍的 比一般 其他正常牌子的鋼 硬度 所以是没有那么容易花 200只 理论上应该无货 在网上应该卖不到 机芯呢 Bermond 真的有很多机芯 基本上 SALITA ETA 以前有些普通 Corno 7750 LASUPERA 比较漂亮 有些 是跟他 ODM 直接卖了设计 不知道 设计是Bermond 或是 机芯厂 HORRAGE 现在是K1 的机芯 所以 什么机芯都有 但不要紧 代工设计生产 你有独特性 我便可以 起码你的机芯 不会在其他牌子 那么容易认得到 其实我觉得 已经是不错了 最后 调查 那只 BE95 2AV 是什么机芯 我用它的资料库 没有 其他网上资料 网上的中标杂志 显示是SW 一支SW260 小秒针 一支天文台 最后 这支标的价钱 就是 3195磅 我想 英镑是否 9点多 大概 3万头 左右